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7月18号了 今天聊我的这个车的上装部分 出现过什么问题没有 因为昨天我不录了一个视频吗 就是这个关于底盘的问题 出现过什么问题 那么同样 那么上装部分呢 就是房车的上装部分 我的车出现过什么问题 也一无一时的跟大家讲讲 说实话了 他没有出什么问题 因为没有出什么大不了的问题 因为大家属于我的人 看我的视频比较多的人都知道 我一般来讲每天都会更新视频 如果出现什么问题的话 我是没有心情这么做的 那么既然说到这一点了 那我就说一说 我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 我的这个上装部分 一个呢 是我的这个控制器 也就是我的那个开关 我的开关呢 有很多开关了 什么水泵啊 什么灯啊 还有这个冰箱啊 还有这个卫生间的这个排气扇啊 这些开关吧 唯独你们有一个坏了 就是冰箱 冰箱那个控制器 控制按钮坏掉了 不能够关合了 就是说必须关总开关才能把冰箱关掉 单独关是没有用的 这个已经坏了一段时间了 那么前几天我在南昌给他修好了 那么我南昌这位朋友呢 他是专门改车的了 他就跟我说呢 可能是因为这个冰箱的迅间电流比较大 就是冰箱的瞬间啊 不是迅间 普通话不标准啊 冰箱的这个瞬间电流可能比较大 对这个开关冲击比较明显 所以最好是后面加一个寄电器 能够延长他的寿命啊 反正现在改好了啊 这是一个毛病啊 一个问题出现的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我的这个卫生间的门啊 我的卫生间的门呢 是木头的啊 是木制的啊 最开始的时候呢 我没有安那个玉帘啊 没有玉帘 所以他这个 长时间被水冲了以后 他有点变形 就是这个门的下边啊 有一个脚翘起来了啊 关不紧啊 这是出现的一个问题 那么后来呢 加了玉帘以后啊 他就不会再往外漏水了啊 但是这个问题 想改的话也比较麻烦啊 要把整个门卸下来重新做一个啊 呃 敢不敢再说吧啊 可能也不是很影响使用啊 这是遇到的第二个问题 那么第三个问题呢 就是我现在坐的这个沙发啊 这个沙发呢 海绵呢 嗯 感觉不太好啊 它 长时间做以后呢 它会塌陷啊 要 过一段时间 它才能恢复起来啊 所以说这个 这种 这种沙发呢 这种 还是不如那种成品的 那种车的 这个座椅 舒服啊 呃 这个东西呢 大家看自己取舍吧 呃 不是太大影响啊 就是就是 这也谈不上是个问题 但是算是一个缺陷啊 也跟大家说一说 另外呢 我的车的上装会份呢 还有一个疏忽啊 就是这个 工人的疏忽 就是呃 把我的这个冰箱的这个耗电啊 没有 没有做到这个库仑计里面啊 也就是说我的库仑计呢 呃 不能显示冰箱的耗电情况啊 这是他们的一个疏忽啊 如果说是 呃 连上以后可能更 就会更准确了啊 因为现在的库仑计呢 并不能显示冰箱的这个工作电流啊 再没有把它计算出去 计算进去啊 呃 这就是我的这个房车的上装部分 出现了一些问题啊 呃 也算是问题 也算是一些缺陷啊 别的部分 呃 很重要的部分 比如说这个水路啊 电路啊 还有这个液化器的管路啊 都没有出现任何问题啊 都很好 然后这个家具呢 也没有出现这种松垮的迹象啊 也没有什么有异响 没有啊 呃 这方面也很好 没有出现什么异响 呃 哦 对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这个导航 呃 导航这个这个屏幕啊 呃 是因为在庐山上面太潮湿了啊 它出现了花纹啊 这个应该跟上装 上装是质量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啊 主要是它这个设备防潮性能差啊 或者是什么原因啊 那么太阳暴晒几天以后 它自己就好了啊 这是跟大家说说我的上装部分遇到的问题啊 其他方面就没有了啊 其他方面它比较比较正常 OK啊 就说这么多啊 所以说你在呃 呃 改装房车的时候啊 或者说你在买房车的时候啊 呃 有一个比较靠谱的改装厂还是非常重要的啊 呃 不要一味的图便宜啊 好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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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